所谓的捐血一带救人一命 已经连续举办17年的 立民营造工艺捐血活动 2018年8月22号上午 又在台中市议会广场举办 一大早就吸引好几百名民众热情参加 这次台中市捐血中心 出动了6部捐血车 希望能够在暑假期间 找到更多善心又有爱心的热血民众 台中市立民营造董事长吴春山表示 为了鼓励民众热心奸血 立民营造还提供精美的礼品 送给热心奸血的民众 我们持续性办了17年 那每年这几年来都上千代 我们今年的目标 希望达到1200代 今天出动了6台奸血车 有好多的团体跟着我们来合办 希望今天一定能够得标 这一次参与捐血的单位 除了立民营造之外 还有春根不动产 敬业建设 南屯福伦社 日光温泉 阿秋餐饮事业等将近10个单位参加 台中市捐血中心表示 每年一到暑假 因为学生一放假就会闹雪荒 这个时候跟希望善心人士的捐血 因为今天下了一点雨 天气也比较凉爽 希望能达成1200代的目标 真的让我们非常的赶佩 立民营造做这样的一个活动 已经是第17年了 尤其他的目标量是节节升高 都是希望能够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的车子 由最先开始的一台车 到现在最近三年 大概每年都是派三台 那目标今天希望能够通过1200 立民营造董事长吴春山表示 他自己也经常兼血 所以才会号召更多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响应 尤其他听说 台中监血中心的血液库存严重不足 四种血型都低于7天的安全量 尤其B型血液只剩下2.7天的库存 希望民众挺身而出 投入捐血的行列 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馨 健康更和谐 记者陈文旭 杨静 台中报导 捐血一旦 有人一旦 赞 端 台中 达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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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